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 稍后我们来看记者的盘点 我是不动产登记 网上预约 今天开始试运行 具体要怎么办理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了解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 这个被称为无声杀手的疾病 已经越来越年轻化 您对自己的血压状况了解吗 日常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祥安警方两个小时快速侦破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嫌疑人将嫌疑人迅速抓捕归案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国庆黄金周落下了帷幕 厦门也亮出了自己的成绩单 虽然受到此前台风的影响 这个国庆假期 我市的游客接待量相比去年有所下降 不过厦门的旅游人气指数依然高涨 位列国内十大自由行旅游目的地的第九名 可以见得厦门城市魅力以及旅游的影响力依然强劲 今年九月中旬的墨兰地台风虽然给我市的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 南普陀接待游客18.56万人次 除了岛内景区 黄金周期间 岛外新兴景区也表现抢眼 其中方特梦幻王国景区接待游客7.64万人次 比增17.22% 古龙匠文化园接待游客0.93万人次 比增200% 00国际马戏城接待游客3.85万人次 比增370% 根据统计 国庆常假 我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50.8万人次 同比下降7.52% 旅游总收入17.34亿元 同比下降6.41% 虽然受到台风影响 国庆假期我市游客接待量相比去年略有下降 不过厦门旅游人气指数依旧不减 根据各大旅游网站的人气排行榜统计 厦门位列国内十大自由行旅游目的地第九 旅游的影响力依然强劲 今年国庆黄金周 全市旅游市场秩序良好 没有发生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案件 市旅游至间所供接到旅游维权咨询和投诉193件 其中接受旅游维权咨询情况反映147件 受旅有效旅游投诉8件 同比下降66.7% 均已半截 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24846人 半截投诉案件游客满意率达百分之百 下面市民非常热情 环境的话也非常好 然后这天天气也非常好 非常漂亮 以后还会来 记者龚佳高志强报道 国庆长假刚刚结束 假期出行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已经返回了 根据铁路方面的统计 今年黄金周铁路运输客运同比去年有所下降 而由于杏林铁路大桥仍在抢修当中 厦门站列车还是需要继续调整开行方案 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年铁路的国庆黄金周运输是从9月28号启动 一直到10月7号结束 公计十天时间里 厦门火车站发送旅客59.38万人次 同比下降了7.4% 到达旅客57.86万人次 同比下降7.2% 虽然假期整体客流下降 但厦门北站的客运压力还是增加不少 日发送客流人数达到过8万人次以上 由于受台风墨兰地影响 连接进出岛的杏林铁路大桥供电设备受损严重 目前铁路部门正在抢修 因此厦门站的动车都移至厦门北站和张珠站发车 这一调整方案还将持续到10月25号 而由于国庆后铁路桥抢修时段 从夜间移至白天作业 每天上午10点至傍晚6点 需要进行线路封锁 因此从今天开始 厦门站朴速列车的开行也有变化 厦门至上海南快1210次调整至福州站发车 厦门至北京西直308次调整至厦门北站发车 厦门至郑州快744次 厦门至包头直296次调整至张州站发车 其他扑速列车还是在厦门站发车 另外厦门至昆明快230次发车时间调整为17点50分 厦门至西安快244次发车时间调整为18点整 厦门至广州东快298次发车时间调整为18点10分 旅客在乘车过程中如有疑问 可拨打铁路客服平台12306咨询 也可以通过12306网站 厦门火车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了解列车变化信息 以免到错车站或者误了上车时间 记者小慧报道 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 上班族们今天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而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课堂 今天的交通早高峰路上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呢 上午记者在我市多条主次干道走访发现 多个路段尤其是进出岛的四桥一碎 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 上午7点半不到 在海桑大桥湖边中路下桥处 车辆就已经排起了长龙 无论是直行还是左拐 两个方向上的车流都不小 车辆一般要等候三个红绿灯后才可以通过红绿灯路口 而从湖滨中路上鲜月高架的车辆也不在少数 车辆从茶叶厂一直排到了湖滨北路路口 7点40分 鲜月高架海舱大桥初岛方向上 交通缓行的情况则更为突出 从SM程序广场段开始 一直到岳阳小区段 车辆走走停停 同样的上午8点10分 在成功大道两个方向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 尤其是在鲜月路转入成功大道初岛方向时 由于一辆公交车和一辆轿车发生了夸蹭 进一步加剧了车辆拥堵 从岛外走厦门大桥 进那个成功大道 你刚才路上情况怎么样 路上很堵 总体来说上午的交通早高峰 进出岛的四跷一岁 鲜月高架以及成功大道等快速路 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车辆通行较为缓慢 而像嘉河路 湖滨南路 湖滨北路 以及互利大道等市区的主次赶道 车辆通行则相对顺畅 我都是找到湖里期最大 基本上没堵 到了下午路也基本上不堵 在国庆长假期间 旅错转盘的高架开始重新启用 这里的交通也得到较大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 旅错转盘划设了新的标线 四个路口也都设置了左转车道 嘉河路从连板往旅岭路方向 还新增了一个掉头车道 司机朋友在行经这里时 一定要注意按照标志标线和指示灯通行 记者咸云 杨仁杰报道 我们接着来看 我是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制 今日试运行 市民只需要通过网上手机 或者现场预约 便可以提前锁定自己办理登记的时间 无需再到现场排队取号和等待了 记者了解到 目前是不动产登记中心 只开通两个预约件受理窗口 每天受理量也有一定限制 今后将随着条件的成熟 逐步过渡到所有业务办理 全部实行预约制 张先生准备办理二手房买卖过户 一大早他就在网上进行了预约 成为第一个预约成功的市民 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九点来到市行政服务中心 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整个手续办下来了 如果是过去的话 可能要一两个小时因为你还要到这边先排队 然后再取号取完号 可能是因为我们早上预约取号 所以相对就快很多 如果到了这边再取号 可能还要在这边再二次排队 取了解预约制实行后 市民只要通过网上微信或现场资助的方式提前预约 便可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内来到办证大厅 换取预约的号码 再直接到预约窗口办理相关业务 由于是市运行 不动产登记大厅目前还只是开通了两个办理预约件的窗口 受理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按每小时受理六件计算 每天最高可预约42个号 其中存量房出售转移登记和综合件各占一半 市运行阶段市民可在预约和现场取号办理之间自主选择 从第一天的情况看 共有19位市民进行了网上预约 条件成熟之后 我们会逐步放开 把所有的窗口都实行一页制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不仅是十一黄金周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同时也是全国高血压日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25.2% 工作压力过大 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导致高血压的发生 那么您对自己的血压状况了解吗 近日年仅44岁的国内知名互联网应用平台 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瑞突发心梗去世 再次引发社会对于中青年心脑血管状况的重视 而要避免心肌梗塞 冠心病等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控制血压尤为重要 我们正常血压一般是有两个数字的 是140 over 90毫米公柱以下 那我们成为成人 对成人来讲就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正常的血压 但是如果一旦成为140 over 90 那应该是高了 医生经常说 随着年龄的增大 血压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理性升高 像是高纳低颊饮食 超重和肥胖 工作压力大 高血压加足使 缺乏体力活动 都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因素 一旦患上高血压 患冠心病 中风 肾脏疾病 甚至是猝死的风险 都将明显升高 但是如果血压升高的话 相当于血管是在 一直在高动力的循环状态下 那对人体的脏气 还是有影响的 首当其冲的这些 一些器官 包括心脏 包括脑 包括眼睛 包括肾脏 医生介绍说 早期患上高血压或轻型高血压 少数人会出现头晕 头痛 乏力 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 但症状往往不典型 很容易被忽视 此外 很多患者即使自己血压已经很高 却不会感到不适 这时候 及时了解血压状况 提前进行有效干预 将大大降低患病风险 没有症状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自己更应该去测量血压 看到底血压高不高 因为这个血压的高低 就是靠这个客观的测量出来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日前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5显示 我国因高血压死亡的患者 近年来持续增长 医生提醒 一旦确诊为高血压 一定要规范服用降压药物 千万不能因为血压一时达标 就随意停药 记者 消息五国好 透讯人刘云芳报道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这两天新一轮冷空气南下 同时又受到第19号台风 爱立的外围气流影响 我是将出现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 同时呢 今天又是24节期当中的寒露 这寒露一到啊 就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 将由凉爽向寒冷过渡 真的是要有秋天的感觉了 而咱们日常又该注意些什么 又该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 厦门就笼罩在一片阴雨绵绵中 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 气温的下降 雨水的增多 让城市的秋意浓烈了起来 受第19号台风爱立外围气流的影响 从昨天夜间开始 我是降水量明显增多 特别是在同安北部山区 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 达到100毫米以上 同时受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从今天夜间开始 我是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 厦门地区在今天的夜间 降水是比较的明显 有中道大雨局部暴雨 到了明天的话 降水是一个趋于减弱的趋势 那气温的话 在今天夜间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预计的话 今天夜间 最低温是在22度左右 据市气象台预测 9号夜间到10号清晨 我市气温将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 而11号前后气温将会有所回升 不过寒露节气过后 影响厦门地区的冷空气将频繁到来 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很难再出现 随着深秋临近 昼夜温差也将进一步扩大 古人云 白露深不露 寒露脚不露 这是告诫人们因注意天气的变化 及时增减衣物 特别是注重脚部的保暖 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 而且脚的话离我们的心脏位置比较远 血液供应也比较不够 而且皮下脂肪比较肥薄 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暖 医生提醒 寒露过后不宜再穿凉鞋 体弱以及胃寒怕冷的人 更应该穿上能覆盖踝关节的袜子 同时入秋后 人体消化功能会逐渐下降 在饮食方面 减少食用瓜类水果和冷冻冷饮 以防出现腹泻等肠胃疾病 早上的话最好是多喝一点白开水 晚上的话是喝一点蜂蜜 这样子能起到润肺跟养胃的作用 记者谢从斌 王汉阳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厦门大学 台风墨兰蒂正面登陆厦门之后 厦门大学的校园内 一共是倒下了两万三千多棵各种树木 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校园 不少下大学子都觉得 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树木 就这样倒下了 十分可惜 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创意和行动 让这些断树残枝 以艺术的形式延续着生命 眼前的这一个个艺术品 就来源于墨兰蒂登陆后 厦门大学校园内倒下及受损的绿花树木 一段松树桩 加上几支柠檬胺 再配上几朵硫酸纸做成的花朵 安装上灯带 一个极富艺术感的落地灯就这样形成了 或者不用那么复杂 把木桩切成片 用颜料在上面作画 也可以把下大的美景 留在这独特的画纸上 上午共有142件 用断树残枝做成的艺术品 在厦门大学三家村进行了展出 发起人陆同学介绍说 台风墨兰蒂登陆后 他看到学校的树木成片倒下 觉得十分可惜 于是在全校范围内 发起了这个树木重生的召集令 这些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这些树木 就觉得非常的可惜 就想说能不能把他们 再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重新延续下去 然后在第二天 我们就发起了这个 在后灵木资源再利用的这个召集令 然后就得到了来自全学校 172位同学的支持 一个想法得到如此多的回应 学校里这个枯木逢春的项目 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起来 18天的时间里 共有142件艺术品一个个诞生 这些倒下的下大树木 换了一种形式 或许在枕边按头 或许在窗前一余 继续陪伴在下大人的身边 好多树都倒了 觉得蛮可惜的 但没关系 我觉得只要大家有团结一致 然后慢慢地 再慢慢地恢复到原来的美貌 应该是很坏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种灾后重生吧 我觉得还比较有意义的 这个活动也得到了学校方面的支持 厦门大学方面表示 在三家村附近 校方特意保留了一些 台风墨兰地影响导服受损的树木 没有进行处理 他们计划把这个地方 做成一个台风袭击纪念片区 而这些已经转化为艺术品的树木 他们会注入更多的文化进去 要给他注入更多的这种文化内行 什么文化 就是包括每颗树木 到底是什么树木 这是 这可以长至少是 每颗树木出自何处 这是一种下单 记者王玉坤和红林报道 好的 下一节您还将看到 国庆期间市纪委监察局继续开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督察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国庆期间市纪委监察局继续开展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督察 是否存在公车私用 是监督检查的重点 国庆假期期间 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组织多组检查人员 对我市岛内外的多个景区 四桥一岁等展开公车检查工作 国庆第一天 检查组兵分两路 其中一组人员沿着祥安隧道 查看过路车辆 对一些疑似公车的线索 进行拍照记录 随后检查组来到祥安香山公园 这里的停车场分布广泛 检查人员逐一进行拍查 在其中一处停车场 发现疑似公车车辆 经核查为市公安局 向安分局 巡特警大队所属车辆 由于国庆假期警区人员密集 巡特警大队组织人员 前来维持秩序 此外检查人员还对 大邓小商品市场 占地观光源的停车场 进行逐一检查 对于发现的疑似公车线索 都将进行核实处理 而在昨天的检查中 检查人员还到厦门北站 厦门老院子景区 林林马戏城 敖园 天目温泉 海仓月谷温泉 天竺山 青椒慈基宫等景点景区 休闲度假场所展开检查 没有发现公车踪迹 市纪委监察局强调 若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必须持之以恒 一旦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将严肃追究责任 并点名通报曝光 本台记者报道 台风墨兰地 给我市的储备地产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在紧张自救的同时 市土地开发总公司 还全力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灾后应急堆长的管理工作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台风墨兰地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在岛内最大的应急堆长 云顶路上的这处储备用地内 我们能看到 仍有十万平方米的地块上 堆满了树木残枝 相关的处理工作 预计还将进行一个月的时间 在堆放点的显眼位置 都预设了灭火器 在执勤艇内还备用灭火弹 是图总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台风过后 他们先后提供了16处 面积94公顷的储备地 作为应急堆长 全体员工放弃休假 到现场协助管理 完善了应急堆长的指示牌 警示牌防火措施 并有管理人员24小时 不间断职守以保证堆厂内外的环境 及秩序 而事实上 这次台风 是图总自身所下 储备用地的受灾情况 也很严重 到目前岛内储备用地的 灾后处置工作基本完成 而岛外储备用地 还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全面恢复 但是岛幅围墙的修复工作 就达6万米左右 记者刘文华报道 昨天凌晨在祥安新店镇 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嫌疑人作案手段残忍 在行凶之后还对尸体进行了肢解 祥安警方迅速出击 案发后仅两个小时 就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事情发生在祥安新店镇 新连路上的这家 汽车销售公司里 昨天凌晨两点左右 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这家公司宿舍的楼梯口 有大量血迹 接警后 祥安公安分局民警迅速到场 经过现场勘察 民警在公司宿舍一楼的卫生间里 发现一具肢体残缺的男尸 通过调查研判 民警很快锁定了 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位置 当天凌晨4点30分 民警在祥安惠景广场附近 将犯罪嫌疑人周某正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周某正 今年刚满18岁 他与受害人李某同样来自江西 都在这家汽车销售店里工作 因为两人曾经产生过节 周某正怀恨在心 持刀将李某杀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正 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台记者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五市环境空气质量中的 六项污染物指标浓度 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而在晚上七点 五市空气质量指数是 22空气质量为优 昆明人有句口头禅 叫做滇池氢昆明星 这是昆明人对母亲湖滇池治理的 可叛与厚望 然而这滇池氢还真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滇池位于昆明主城区 西南侧的西山脚下 又名昆明湖 是一个典型的半封闭湖泊 历史上滇池 尾从密布 波光柳瑟 鱼跃路飞 一直是观光避暑的胜地 而环境监测数据显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滇池还是二类水 基本上可以直接饮用 进入八十年代后 水质快速恶化 九十年代以后 滇池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滇池之所以变脏 总体看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入滇池的污染负荷超过了其自净能力 破坏了生态平衡 每当湖中蓝藻大面积爆发 湖水就像绿油漆一般 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 往湖里扔个石头 半天都沉不下去 从一九九六年的二零一五年 二十年间为了改善滇池水质 总投资已经达到了五百一十亿元 滇池确实是一面镜子 生态环境破坏容易治理难 恢复生态花费的资金投入 不知比当初损害时得到的那点收入 要高多少倍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年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良好 预计明天五市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粮 首要污染物为PM2.5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在厦门有这么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 他们在曾挫安文创村生活创业 见证了曾挫安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渔村 变成了如今快智人口的热门旅游景点 欢迎您收看稍后播出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那些发生在曾挫安文创村里的台湾故事 再见